朋友们 昨天咱们吃刨汤了 今天咱们吃个猪蹄 红烧猪蹄 这段时间我老是做辣的 而且就想做一个红烧的猪蹄来吃 给小猪也尝尝一下 不然小猪越来越瘦了 到时候变成皮包骨了 不好 红烧猪蹄 咱们配点豆腐皮 上次配的油豆腐红烧肉 这些你看 这骨头的地方 我全部让商户给 全部开好了 然后他说这个肉 你自己回家切吧 那我就自己回来切喽 要切切 给它这样切快快 小猪啊 你喜欢吃红烧五花肉 还是红烧猪蹄啊 我啊 我吃都能吃 如果选一样呢 如果选一样 选一样 选猪蹄吧 好 下点姜 再把这个猪蹄下锅沸水 料酒 盖起来吧 怎么沸好水了 要把它给捞出来 这是半只的 我没有买一只 我觉得做一时呢 觉得太贵了 加点油 熬糖色 三八一十九颗糖 三八一十九 不是三八一十九吗 你看 现在开始出颜色了 这事不够的 还没有 我要去画开 给我找一下 再过一下下 出小花 这些 OK 好 可以 下鸡翅 这样最好 这样稍微炒一下啊 让那一堂把那个热给包裹住 包裹住呢 那个水背不会流失 而且味道也好 颜色也美 因为我们的话说出来 就是上的鸡翅 下的鸡翅 这个猪蹄也是这个意思嘛 太得入眼 下得入口 我们还要再来点姜葱啊 姜葱 没有别的 太多配料了 对了 刚才小猪说 上次做的很多肉 加辣椒进去 很好吃 辣椒是我们再加 能加几个 不要太多 好 够了 吃饭的很辣 来点味精先 再来点老抽 好 我现在再来一个八九牛的啤酒 好 留着一口我喝 喝了啤酒 尝尝酒酒 好吗 祝你们生活越快 幸福酒酒 咱们这个先不要加水 把这个啤酒给煮一下 把这个啤酒的味道 煮进那个肉里面去 然后再晒发酵那个酒的浓度 脏出来的肉才香 来我们煮了一下了 现在可以加那个开水 继续了要加的开水 好 怎么盖起来 煮转七七五十九分钟 我们还没加盐 炖了很久了 加一点 继续 看一下怎么样 扫出怎么样 可以了 可以了 现在我们已经煮成这样了 把这个豆腐皮下去去 再把这个豆腐皮煮一下 就可以了 还不错了 非常美味 什么呢 要炸掉这个葱 因为这个葱也煮好了 不需要它了 我感觉我做菜还是带口感好一点 好了 好了 不错 你看 真好吃 刚才小猪尝了一块 他说嗯 嗯 甜味适中 辣味适中 好吃 宝贝我先吃了 嗯 这个热 好吃 这皮很有弹性 然后热点 烂 就是也很烂 比较有弹性的那种 也不是说 很烂很烂 烂的 腻的那种 就是正好 嗯 饭呢 我煮了还没熟 有些吃也热 再来一块热 哇 不油腻 越好吃 加点热吃吧 这个肉我最喜欢吃了 你看 抖动的肉 你直接不说 我尝尝 我说 别煮的肉 怎么这么红呢 这么漂亮 哎 我以为是别人搞了 那个什么 摄素 觉得不受 这个糖可以熬出这么好看的 真是太满意 还有这个 这是猪蹄 这个提前这里 我们说这边 女的不能吃这个 吃了这个架不出去 我感觉 我是不是吃这个 是太多的原因 嗯 这是真的好吃 人与食 嗯 人与食为天嘛 我吃了 我吃了 再来一块肥嘎嘎 我把肥的挑了 摄下瘦的给小猪 这个一解都不腻 西教育姐姐的油更好吃 肉皮也很好吃 带来吃会瘦的 嗯 也不吃了脸缝 这个凉菜是辣椒 折耳跟海带一起拌的 鸡的红烧肉配领娘太不错 嗯 特别是皮的 皮的特别好吃 脖子 要搞一个外贩来了 要成一外 不要老是说搞 这搞代表的东西内还太多了 我吃了还是要留点给小猪 我们这杯猪猴肉就放点辣椒 你让你放不放 不放 那还是不放得好 放不放都可以 摄烧的好吃 最好的东西 吃猪猪跑得快 这里面有皮筋 我发现现在的菜品种越来越多 花样越来越多 而且以前我们吃辣椒的火锅 剁辣椒一下就去吃个火锅 现在慢慢的会改变 里面会加点糖 就觉得很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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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